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我们从飞到法国的第一天开始 就到处吃喝玩乐 你也没闲下来过 我怕一早送给你 你又忙着当网虫 玩得不亦乐乎 没空离我 所以我就暂时 让他在衣橱里面 睡了些日子 新婚期间嘛 这个礼物 可不能变成小电灯泡 是不是 我这个小小的私心 你可以接受吗 当然可以 云凡 你真的是太细心了 我已经把你的网站 连在我的最爱里面了 一点进去就能看到 试一试 来 我来教你 先把手指按这边 然后 一点 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 我要去梦的秋千啊 因为梦的秋千 是你的留言区啊 你很久没有上你的网站了 当然要第一时间 查看有谁留言给你 电脑这个玩意儿 其实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它会把世界各个角落 都带到你面前来 人和人之间 可以无距离地交谈 这事我也有些顾忌 那你还送我电脑干嘛 不能够因为我的顾虑 而剥夺了你的快乐 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你想看到 有不想看到的留言 没有 那 有没有看到 你想看到 有 怕看到的email啊 说话吞吞吐吐 不像你费云烦的作风啊 那到底看到什么 我的网站里啊 找买了一堆杂草 还有一堆啊 网络上面卖广告的人来我这里 卖一些减肥和赚钱的广告 除此之外 都是一些普通的留言 你满意了没有 看来 绿平过得很幸福 我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我愿意了 我愿意了 红意 在讲 我愿意了 是 那不 arose 怎么样 为什么觉得太松祸得太紧了 郑合 你现在越来越熟练了 熟练生巧嘛 来 我扶你去锻炼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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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先生 你必须让他自己走 好 我松手了啊 你走啊 咱试试 没事 来 谢谢你 没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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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了 没事吧 快快就飘了 来 现在换成了已知 你从心理上就抗拒了 李平 我们必须要克服这种心理的障碍 才能成功 试着 把它想象成你的真腿 用你的大腿和膝盖的功能 去运动它 好吗 是 试着 想象是一回事 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是死的他不是活的 我感觉不到他存在 我只感觉到他是一个累赘 没事吧 我们一起努力 我陪着你 我们试着让他活过来好不好 怎么这中文企划案 就是翻译不出我要的那种梦幻感觉呢 语凡 语凡 不好了 不好了 我出马诊了 怎么会出马诊呢 那不是小孩子才出的吗 那 那我一定是得了水痘了 水痘 那也是小孩才出的 你怎么了 我看看 是不是每天晚上在花园里享受你的网站给蚊子盯的 才不是蚊子呢 蚊子哪有那么厉害啊 我今天早上一起床 就看到手啊脚啊 还有这脖子上都是啊 我看看 哎哟 如果不是马诊 也不是水痘 那一定是我在花园里念花褶草 得了什么 花粉症 对了 我昨天在公园里摸了好多鸽子 说不定 我得了情流感 胡说八道 起了几颗小疙瘩 就把所有的病都说到了 不严重不严重 是太干燥了 皮肤敏感 可能普罗旺斯日照时间太长 阳光又很强 你晒太久了 每次出门的时候啊 叫你戴帽子 你都拿在手上玩 是我太粗心了 只让你注意力 忘记让你多擦些身体乳液 我擦了 我都是用你放在浴室里的香浓 对哦 可能公司主要针对的是法国人 把你这个亚洲皮肤给忽略了 原来你有种族歧视 你别想到会娶一个 不是法国的新娘回来吧 没办法 人算不如天算 不过没关系 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真的 你 一般 我 我 我还有 还有哪不舒服啊 还有 我的大腿和小腿 也有很多疙瘩 有没有我帮你抓痒 你很坏啊 讨厌 我会说到最后的 猫猫猫 这是什么呀 是吃的还是喝的 我跟你说啊 你的运气真好 我打雁花到工厂去 他们说已经把 为你调配的化妆品 全部都做好了 立刻飞车送来 你看看 这瓶是清洁乳 这瓶是化妆水 这是精华液 这是日霜 晚霜 这是修护液 这是洗发精 这是沐浴乳 这是身体乳液 应有尽有 还有啊 这是香水 我闻开 喜不喜欢 哇 好香哦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香水 我喜欢 这些啊 这些啊 都是我们的皮肤权威 蒙洛医生 针对你的皮肤 专门定做的 知道吗 那我们今天才诞生 而且啊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DreamsLink 你的专用品牌 DreamsLink 你们公司的新产品吗 怎么会是我专用的呢 你想想 我为什么要你去实验室做皮肤测试呢 就是希望要给你一套属于你自己的保养品 至于DreamsLink中文音音是子灵 意思呢 是一连幽梦 不过不是帘子的帘 是一连串的脸 我衷心希望你的一连幽梦各个成真 你中文英文都想好了 我居然会有自己的品牌 我居然会有自己的品牌 我要先用哪一瓶呢 有没有去疙瘩的水啊 去疙瘩水 好像去勾搭谁哦 亏你想得出来 现在我们要对症下药 让那些小疙瘩讨之夭夭 先试试修护液 嗯 好像很舒服哎 惨了 你身上也有啊 嗯 那就只好我来服务咯 喂 我自己来 你怎么知道 我哪有哪没有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很仔细地检查 保证每寸皮肤 都不放过 你知道吗 只要每次 我看到你脸红 我就会心跳 好 我从来没有看过 比你更害羞的女孩子 你真的让我 无法抗拒 来 我们 一起来 对付那些 小疙瘩 小疙瘩 好吗 好 Dreams link The link 一脸幽默 我喜欢 诗姐 喝茶啊 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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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李婷姐可以走了 李婷姐真的可以走了 李婷姐 别着急 不用付我了 你行不行啊 你这钢中的移植 对得还不够熟啊 别勉强 真的不用付了 反正 我都要适应那个东西 我又必须 要学会怎么用的 拜拜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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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错了 你真的回错了吗 你真的回错了吗 你真正正把握了 妈妈第一次看见你 扔掉我拐车子 好 我一定可以走了 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 不要再走了 到那边先坐下来 不能操作过急 来 慢慢来 爸 你们不要帮我 大家都不要帮我 我今天在福建市 已经练了两个多小时了 我真的可以自己走 让我自己走过去 一眼都没我 妈 小琪 小琪 虽然这只是你的一小步 但这却是我们大家所期盼的一大步 我的了解 在这一关一关的过程当中 你是多么的艰难和辛苦 你必须要克服你心里的种种障碍和排斥 你才能走出这几步 妈妈也感到这样 是啊是啊 丽萍这孩子真的是不简单 我从小看他长大 他的毅力和恒心啊 真是令人佩服哎 总觉得对他而言 世上无难事 以前看他跳舞 那么大的剧场 他 妈 不用那么紧张 而且没有必要在我面前 避讳想跳舞这两个字 如果生活中也要避讳这个避讳那个 这样的日子也太难挨了 本来 舞蹈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现在 它仍然是我的一部分 前几天 剑波带我回舞蹈教室 大家便用火鸟给我看 我才知道 那一部分的我并没有死 所以 大家不用再忌讳了 丽萍啊 你去了舞蹈工作室啊 还是剑波了解你啊 哎 欣怡啊 把水果拿出来 给亲家公亲家母吃 好 还有 我昨天买的宋子糖 也拿出来给亲家尝尝 丽萍也挺好吃的 好 不用 不用 千万不用 我们刚刚吃过饭来的 再说现在这把年纪 你吃什么都胖 胆固醇还高 真的不用 快借下吧 对啊 对了 我带了一样东西给你们看 楚莲啊 把光泥拿出来放了看看 这费云凡啊 真是个有心人 把这些用Email给了展棚 展棚呢 给我拷贝了一份 我看过了 我忍不住啊 想带给你们看看 不用看了 上到明早还是上班呢 太晚了 没事没事 要看要看 我来放 我来放 准备 让他放吧 让他放吧 真漂亮 真漂亮 哎 等一下 让我看一下这个花园 怎么可能呢 他居然在他自己网站的手艺里 什么手艺啊 初莲 你在说什么 如果那个飞云凡 能够给他一个完整的一脸幽梦 或者他就可以解脱了 不再痛苦了 我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 但是我为什么这么难舍呢 哎呦 子凌好像适应得很好嘛 每张照片都笑嘻嘻的 哎呦 这是他们法国的新家啊 那么大的房子 是啊 听子凌说 这是一个古堡 好 真没想到啊 我们那子凌现在住在一个古堡里面 以前 我总是想出国 喜欢旅游 喜欢跳舞 喜欢有广阔的天空飞翔 子凌呢 只要给他一个房间 让他做梦就好了 可是现在 他飞到自己的广阔天空里去了 而我 却在一个房间里做梦 人生啊 真的很奇怪 我想 子凌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初怜 你等到我了 子凌 别走在边边上 子凌 别走在边边上 子凌 不要 那里是闲阳 不要 子凌 子凌 这 我在说什么话 我做了一个噩梦 你这叫子凌的名字 他出现在你梦里了吗 他怎么了 他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他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嗯 你来不及救他吗 嗯 他穿下去了吗 不让你心碎了吗 这 我只是一个梦而已 你 仅仅是个梦 就是这样 我懂了 我终于明白了 以前子凌也做梦 梦到自己带到悬崖下面 你们居然有相同的梦境 还是你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不是不是的 你在说什么呀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我我只是只是梦到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一起在玩 然后子凌她特别调皮 她她她一定要走到那个悬崖的边上 啊 那 我在什么地方 你 你好像也是在拼命地喊她 也是在拉她回来 是吗 你的梦里真的有我吗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我在梦里面喊了子凌的名字 你就为了这个事跟我吵架是不是 为了这个梦 你要给我扣罪名是不是 你别不明其妙了 把你那些什么奇心病啊 什么猜忌全都说起来好不好 没有就没有嘛 你干嘛发脾气呢 子凌是我们的小妹妹 她嫁到法国去了 待会都很担心她 你也不是一样吗 不是吗 今天我们看到她的照片了 我难免会想起我们的童年 就算我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梦到子凌是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啊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进在里面挑骨头 难道你不愿意跟我平安地过日子吗 还是你故意要找个理由来跟我闹别扭 你生气了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了 谢谢你跟我生气啊 你这么生气 让我不能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 你不知道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 我心里面总是觉得 你好像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人 可能是因为我身体 残缺了 所以心理上也不太正常了 我确实整天都在疑神疑鬼 有的时候我还会想 你跟子凌那么谈得来 说不定你也爱她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地吃起醋了 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胡思乱想我莫名其妙 你快回来睡吧 别生气了 希望你这次梦里是我 更希望不是一个噩梦是一个美梦 好 展鹏啊 云帆和子凌的那片光碟啊 你记得明天到公司叫秘书啊 多拷贝几分啊 多拷贝几分啊 今天晚上我看见心里她们挺喜欢的 我准备给她们一份 也好给她们有个提醒 让她们对我们绿萍要更好一些 对了 明天你要跟吴董吃饭是吧 哎呀那个吴太太啊 特别羡慕我们家子凌嫁到法国去 这样你也给她们带一份 让她们好好看看 还有 展鹏 在想什么呢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在人家面前炫耀 可是我偏爱炫耀 我们家子凌嫁得好 嫁到法国去 我这个当妈的 不炫耀一下 有什么不可以啊 沈娟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吧 这不是一个玩笑吧 你知道我从来不开玩笑的 我们的这个婚姻对我来说 是早就失败的 所以每天我知道今天完全是为了孩子 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嫁人了 一切都有新的开始 但是我们也开始结束的时候了 我们也开始结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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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问我 为什么 我哪点做得不好了 你吃错药了吗 你放了吗 你先冷静听我说 陈娟 二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你 但我不知道那封信到哪儿去了 是没记到还是遗失了 那封信里我写了很多我的感觉 我提出要求 我希望你能够同意我的离婚 而现在我只不过是旧话重谈 顺君 对不起 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跟你生活下去 这二十年来 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想要跟你离婚的念头 这二十年来 你从来没停止过想跟我离婚 你 你 你王八蛋 难道你身边 又出现了一个沈岁熙 你怎么知道沈岁熙 我当然知道沈岁熙 当年 你不就是为了那个沈岁熙跟我闹离婚的吗 为了那个狐狸精才跟我闹离婚的 遗失的心 是谁让他遗失的 二十年都过去了 二十年都过去了 你还要跟我离婚 你告诉我 那个女人是谁 是谁 你 你混蛋 你王八蛋 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 我还让她 比沈岁熙 你受得更惨更难堪 你收到了那股心 你假装没收到 你居然假装了二十年 但是你对水星做了什么 你用什么方法逼她走的 难道你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她身上没钱 这么一早得去把一条面拼进去了你知道吗 我管她有没有钱身体好不好 我管不着 谁让她抢了别人的老公 我就让她下十八层地狱 你知道吗 只有她离我老公远远的 我管她是死是活 怎么 你到现在 还在心痛她 还在心痛她呢 太晚了 你是怎么知道沈随心这个名字 谁里面我们没有提到她 道样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那个沈随心 随心 妖姐 名字里都带着妖气 随心所欲 不就是随便让你玩吗 也就是你这种土豹子吧 才会中了她的美人计 我跟你说啊 离婚的事 谢六师会找你联系 崔鹏 你回来你别走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二十年前不告诉我 二十年后也不告诉我 你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被逼走 你应该告诉我 让我跟你一起面对 你在说什么 不要隐瞒我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了 她收到那封信 而且她也承认是她把你给逼走的 但我要知道二十年前 她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事 她恐吓你 她是派人来找你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不可能 孙君的个性我了解 她不可能放过你了 告诉我 当初到底怎么回事 你去哪里了 你身目纷纷 日子怎么熬过来的 还有你告诉我 你嫁人了你嫁给谁 是不是顺全逼你这么做的 没有 真的没有 她只是给我写了一封信 恰好那封信 击中了我的要害 如此而已 什么信 拿来给我看 那封信我早毁了 你不能指望着我留一封二十年前的信吧 那封信 仅仅一封信 你就离开了我 我信 你信上说什么 那是一个心碎的母亲 写给一个掠夺者的信 信上没有一个严厉的词 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她只是恳求我 求我把你 还给那两个可爱的孩子 我被感动了 被打动了 所以我走了 你就这么简单就被解决了 我说过 她刚好击中了我的要害 将心比心如果我是她 我也会写这样一封信 如此而已 谁把那块钱给你了 谁把那块钱给你了 所以她不可能知道你的弟子 一定行 是云州对不对 是不是她 展鹏 是不是她 二十年前的事了 你真的不要再追究了好不好 就算是好朋友拿来的 那又怎么样呢 人家是站在善良的立场上 谁希望好朋友的家庭破裂呢 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然后你到哪里去了 你嫁给谁 我要知道你每一件事 你在审我吗 就求你 不要审我好不好 我那个时候过得很难 也流浪过一段时间 去过很多地方 也回过住过一段时间 那段日子 真的过得很艰难 可是还好啊 我挨过来了 这一结婚 那都是骗你的 自从跟你分手之后 我 我没有再恋爱过 我没有再恋爱过 也没有再结过婚 你导买了 我不能够决定了 他跟孙景摊派到的 那律师会解决一下 但是你这里我不敢多逗留 所以你暂时把咖啡屋 还有陶一室的事先关键 我不想再让你卷入 另外一次风暴 我把你藏进来 不要 我的咖啡屋还有陶一室 都是我的小天地还有雨山 我们都是靠这些生活的 展鹏 你还是回家去吧 不要让我再偷一次 我已经没有家了 我会暂时坐在端工室 思琪 我们都没有退路 你允许也好 不允许也好 我都要继续二十年前没做的事 离婚 爱你 我现在的小可怕 还没有 我都没有阻止 我都没有你 现在的小可怕 我都没有看过 我都没有回家 我都没有回家 我是想要回家 我都没有回家 我都没有回家 想要回家 有个小可怕 我必须去工厂处理一些事情 不能陪你了 你自己找些事来做 希望你不会寂寞 我中午一定赶回来 和你共进午餐 好灿烂的阳光 梦里海梦里海梦里海梦里有笑有泪 普罗旺似的花季过去了 空气里仍然弥漫着新荫草的气息 当有人慢慢减少 普罗旺似的真实面目就更加清晰了 我是一个梦里海梦里海 梦里繁花如今白云处处 梦里阳光灿烂 飘飘大落 梦里的我无拘无束 花天海暗的宝 把我四面围绕 世界宇宙天空把我紧紧拥抱 样满和雍来是这儿的自然 整个普罗旺斯人人都在恋爱 老年人和老年人恋爱 年轻人和年轻人恋爱 莲花和草也在恋爱 山和水也在恋爱 我的梦园里秋千和吊长在恋爱 大树和藤蔓也在恋爱 这种恋爱气氛 像长春藤的藤蔓一样 到处蔓延 如果你不能爱 你就成了真爱的艺术 梦里还有一个人 对我那么细腻温敞 经常紧握我的手 陪我一路狂奔 梦里还有一个人 对我真情流露 经常紧握我的手 陪我一路飞舞 真是云三 他怎么会在这儿 太奇怪了 他骗我说去了实验室 却在这儿和一个 法国女人约会 他有一个法国女人 他果然有一个法国女人 喜有此理 欠人太深 那是幻觉吗 还是我小说看多了 那明明就是云凡 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我感谢你 太好了 我感谢你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不想想想想 我看她怎么能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